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《九窝去科普》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是傅逼母的罪名,雍正到底该不该背? 是傅逼母的罪名,雍正到底该不该背? 历史上,很少有皇帝像雍正这样,从继位到去世都被流言废语所笼罩,究竟是杀凶徒弟,是傅逼母还是吃斋念佛,富贵贤人。 值得注意的是,现在唯一明确记载他篡位的原始文献,还是他自己写的《大义绝迷路》,本想反驳谣言,反倒越描越黑,那么雍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 他的夺嫡之路又是如何开始的呢? 康熙十七年,老四印真出生,他的生母是乌雅氏,杨母是当时的皇贵妃佟家氏,也算是子平母贵,佟家龙科多久因为有这层关系,所以被雍正成为舅舅,并在雍正夺嫡路上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再说,老四年轻的时候,性格是比较直的那种人,因此也并不受康熙喜欢,早期曾被康熙评价为喜怒无常,兄弟之间的关系也不好。 小的时候,老四曾经被太子殴打至休克,这大概就是年轻时老四的处境吧,本来皇位可能与印真毫无关系。 直到老四三十一岁那年,废太子事件爆发,老四在京城得到的情报有。 一,老大提前出局,但却被派去看管老二,说明老大可能还有转机。 二,老三,老七,老十被黄阿玛照到前线。 三,我和老八留守京城,但是老八被封为内务府总管,显然比我更受重视。 从这里可以看出,老四的开局是比老八略寻一筹,但没过多久,老四又收到一条关键的任务,和老大一起看管老二,这成了老四夺嫡的关键。 那他的夺嫡是如何进行的呢? 一,讨兄弟喜欢。 这里和电视剧区别很大,老四在历史上应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,是八爷党的人,他曾经的住所就离老八家很近,并且现在的雍和宫就是老四和老八的房子一起合建的。 此外,老八生病期间,老四更是亲身探望观照,有家,并且在看守费太子时期,遇事都要请示老九。 二,讨康熙喜欢,老四也深知自己武力方面差,于是便扬长臂短,有意模仿康熙的书法,并经常做事迎合康熙,并且在看管费太子时,仗义直言,得到重视亲情的康熙的多次称赞。 此外,康熙生病时,老四更是大献殷勤,甚至亲自学医为康熙诊治,这让康熙非常感动,夹缝老四为亲王和老三平起平坐,取得了夺嫡的爵位优势。 三,收获人才,老四在废太子事件,收获了常务父皇帝老十三和恩人年庚瑶这两个人才,老十三深得老四重用而且业务能力出众,年庚瑶更是牵制住了大将军王老十四,并为老四平定西北做出卓越贡献。 四,个人能力,老四的个人能力出色,处事刚蒙有力,在康熙晚年整顿风气松散的官场。 得到了康熙的称赞,相对于拉拢人心的老八,冲动莽撞的老十四,杀伐果断的老四,无疑是拯救大清的一味良药。 照目前的情况看来,老四继位应当是顺理成章,可为什么老四篡位的阴谋论层出不穷? 这就涉及到康熙临死前的那个夜晚了。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,他勇于革新,秦于李正,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,他贪丁入母,设立军机处,改土归流,惩治贪污,解放贱民,平定罗补藏丹金,使派驻藏大臣等,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了贡献。 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却不高,说他是侍父窃国,逼母沙子是一个暴君,康乾盛世也没他什么事,其实历史上的雍正并没有这样冷酷无情,世人虚还四爷一个公道。 其一,侍父窃国真相。 有种传言说,康熙并重时拟了遗诏,想传位给第十四子印之。 雍正得知此消息后,勾结龙科端来一碗毒汤,抢逼康熙贺下,在康熙并天后,篡改了遗诏,继承了皇位,从此雍正便背上了世父窃国的罪名,一直被后人唾骂。 有学者认为,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。 雍正绝非世父,也非窃国,他只是在一种不太顺利的情况下即位,惹得后世猜想。 首先,康熙并重时,身边除了有张廷玉和马其两位大臣,侍侯,还有大内侍卫。 康熙所有的药物毒药通过大内侍卫检查,就算是众大臣与皇子都无权过问,龙科又怎样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毒杀康熙,所以不存在下药之说。 这种说法,很有可能是雍正的政敌隐寺等人在夺权、失败后为报复雍正而散发的谣言。 在九子夺嫡中,有四位皇子最有可能成为继承人,太子印仁,二阿哥印仁曾遭康熙费力。 最后也被禁锢,已经丧失继位资格,八阿哥允四的生母良妃绝缠室是新者酷人,不是嫡妃,地位低下,清朝初期有嫡子成统的惯例。 而且允四经常与大臣勾结,让康熙反感,剩下最后一位就是四阿哥印仁,她有能力但低调做事,母亲也是康熙的嫡妃,并且儿子乾隆非常讨雍正喜爱,所以雍正是康熙心中最合适的人选,雍正应该是正常继位。 其二,逼死母亲真相,大义绝迷路记载,乌亚是在康熙皇帝龙玉兵天后绝食,但在雍正皇帝的劝阻下又禁食。 但雍正皇帝即位后半年,乌亚是便报亡,此事在当时沸沸扬扬都责骂雍正皇帝逼死了生母乌亚是,从此雍正又背上了逼母的黑锅。 乌亚是于康熙十七年生黄四子印真,后又诞下黄十四子印之,在康熙皇帝在位时被封为德飞,但由于清代宫廷惯例,印真被交给康熙第三任皇后同家是抚养,而印之是被乌亚是德飞亲手养大的,俗语有言,身恩不及养恩大, 雍正对同家世的感情与依赖是胜于生母乌亚是,德飞对小儿子印之的感情也厚于雍正。 这也是人之常情,大家对此便捕风捉影,借此来污蔑雍正逼母。 其实雍正并非是一个不孝之人,尽管生母乌亚是比较疼爱小儿子印之,但雍正对他比较孝顺,在乌亚是生病时,雍正亲自去永和宫,昼夜侍奉母亲汤药, 而且根据史书记载,乌亚是因为康熙死后,急于成吉,最后得谈吉去世的,但后人更愿意相信野史,认为他逼死了母亲,不肯还四爷一个公道。 其三,杀死亲子真相。 据青皇室四谱的记载,红十长大,且已游子。 呼吁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申克,以年少放纵,行事不解,薛宗即死,后人认为红十为雍正帝赐死,多是因为对此句的误解。 事实上,红十并没有被雍正帝处死,只是受到极为严厉的惩治。 雍正帝继位初期,尽管红十与印四等人在政治上相通相见,但他对红十上怀有父子之情,为其则事一事,颇费心思。 雍正帝特从千里之外,找来一位为谨为慎,享有圣誉的安庆府教授王茂红,专门辅导红十的学习,用心可谓良苦。 这说明他对红十上抱有一定希望,希望他能够在师父的言传身教下,有所长见,改贤更张,以此来改善父子二人的关系。 但红十没有明白雍正的苦心,最后竟然公开支持雍正的死对头印刺,并对雍正产生极大不满。 雍正怕其迟早造反谋害红历,未彻底清除反对派势力,雍正痛下决心将红十逐出宗族,并将他过继给印四,点为阿齐纳,并将其囚禁起来。 一年半后,二十四岁的红十便育而终。 从实质上看,雍正帝与红十的矛盾具有维护或削弱皇权的性质,随着红十与其父关系的恶化。 他已逐步站到皇权的对立面,为皇权所不容,雍正皇帝对红十的严惩,只是泄愤于一时,却无法改变他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孤立处境。 此时又被反对派抓住了把柄,到处造谣说他虎毒四子,导致后人一直误认为他杀了自己的儿子红十。 雍正亲于政武,洞察事情,以雷厉风行的姿态进行整顿改革,在他执政期间出现无关不清的良好风气,作为一代帝王,他是成功的,但作为哥哥弟弟,父亲,他一系列的行为可能不被人理解,但站在普通人立场。 他并非冷酷无情,只是个在奋斗的路上付出惨痛代价的普通人。 内容未完待续,记得关注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欢迎订阅